打白生小孩的男人 若是國有心 有兩千分之他的紀律 孩子會在打白的上分 調胎 生中 有可能會把打白的上分 經扒 做成竹童大出貨 對媽媽來說 風險是很高 在國外都會建議說 要把孩子拿掉 但是 台台平日的富山寶的團隊 已經成功幫幾個媽媽 平安生小孩子 最新的成果 也堪在國際期間 我們做回來了解 就是要相信醫療團隊 為其他百分寬運的媽媽加油 有少許之前發生百分寬運 就是後一天的胚胎 在之前打白生散的上次 經過的行動 這對風路來說 其實有很大的風險 國際上都是建議拿掉 但是有少許紅毛 因為有新的過程 並沒有順利 這決定拚看看 這是非常崩潰 就是前面也兩次這樣子 那就最後一次就想說跟他賭看看 碰到這樣子的case 目前我問到的 都是說把他拿掉 因為怕將來他會子宮破裂 就算是他活產了 可能子宮也要拿掉 但台北已表示百分寬運 風險監管 有少許在了解風險之後 要是決定要清理下來 因為剛才在有新的過程 特別提供幫助 落後在第39週的時候 為了必然主宮破棄 台積失望 決定下傳庫合作 提早勝散 可以順利勝散 最關鍵的因素 是主管整合 除了媽媽的信心 整個醫療團隊的這個資源 萬一真的出了什麼事情 醫生第一時間的警覺 病醫表示 上次會起因胚胎在那裡成長 經濟台台病醫的統計 每兩千個百分寬運的輔助 就有一個可能發生百分寬運 在這數量還在提升 因為去遇到百分寬運的案例 也只有三個順利生産 雖然百分寬運 相關醫療和生産有進步 要換取親民眾如果沒有必要 盡量選敵出人性散 可以避免相關風險 記者 國文劉書 台北部錄